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哥的视频 最近天气开始冷了 由于天气太冷的话不敢去捡石头啊 在家里面清洗一下之前捡回来的石头 因为我们捡的石头它表面都是很多污垢的 只有把它清洗过后才可以看得出它是什么样子的 由于这个石头太多了 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一块非常大的一个黄皮的草花玛瑙 它这边的话带来这个水晶 然后有红色的表现了啊 之前捡的时候也被我敲了一个小口 因为当时在河道里面一下子认不出来啊 敲开这个口的话发生里面是红色草花 这里也有表现啊 这个可以当一个大白剑 刚才还使了几个小的也是玛瑙石 这些都是带了很多漂亮的纹理的啊 因为当时剪的时候 它这些密密麻麻的全是玛瑙纹的 这个也是黄皮的啊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玛瑙的影 也是可以当一个白剑啊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带了很多玛瑙纹的 这个地方密密麻麻的全是玛瑙纹的 这种系统挺奇怪的啊 黄皮的 然后带了很多纹理 这一个这个玛瑙石 这个又有点颜色的啊 这边也是有一个圈圈 这一块剪的时候发现这边的链是有点多啊 但是它这个皮啊包的比较完整 没有破损 而且这个皮它比较细极的 可以给它当一个摆镜啊 这样子摆 造型是没有造型 只能说 它的样式啊 有点像那种 给人一种好像假伤的感觉吧 要么就是 反正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反正摆的也是蛮好看的 可能也是小哥太喜欢石头了吧 看到个石头多说好 这一个也是全包皮的 它这个皮也是很细 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蜡石吧 因为它没有那些玛瑙纹的表现 只发现这里有一点红 看这个皮装的话 有点像是一个蜡石 这个也是黄皮的啊 也是可以当摆镜 其实有一些石头 并不一定说一定要给它切了加工的 有一些也是 完整的话尽量给它保持完整 之前每天都去剪石头啊 所以说这个石头剪的 还是有一点啊 这一个奇形怪状的 这样子看这一头的话 有点像个头型 但是现啥也没看出来 反正有点像个头型啊 也是一个白剑啊 其他有一些都是一般般的啊 就不一一的来分享了 好 如果你要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